蔡英文親自要出來保駕護航 他一個是民進黨 一個是無黨籍 他為什麼 就表示其實林常佐他哪有什麼無黨籍 他根本就是民進黨 1月8號的時候蔡英文總統賴清德 還有蘇貞昌院長三巨頭會幫林常佐站台 既然你們三個聯手出去 那我們外華人替台灣老百姓出口氣 我們來教訓他一下 外華人 討厭林常佐 外華人 加油 外華人 討厭林常佐 林常佐委員他作為一個萬華區的立法委員 他沒有盡到保護萬華區人民的權益 甚至還讓萬華區人民的所謂的形象受到一些影響 萬華區民表示出憤怒 我們當然能夠理解 我們要告訴那些立法委員 如果你們平常都在混 你們完全不在乎你們選出來人民的一個權益 你們當然應該被破唾棄 你們當然應該被霸權 我覺得只有這種罷免活動越多以後 台灣的民主政治才會走得更好 你不要忘了這些人也是很怕的 你看林常佐最近在萬華地區出現的次數 是不是比以往多了很多了 他現在開始注意到萬華人民的態度了 他現在懂得在街頭去沿途去拜託了 我希望各位不要被政黨操弄 現在民進黨就在玩政黨跟政黨的對決 你從今天蔡英文親自要出來保駕護航 他一個是民進黨一個是無黨籍 他為什麼 就表示其實民進林常佐雖然平常以前打的時代力量 打的是無黨籍 其實都是做民進黨的羽翼嘛 對幫他們去護航的嘛 所以他完全哪有什麼政黨色彩 他哪有什麼無黨籍 他根本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有四大優勢啊 第一個 他現在的基本盤比國民黨多啊 第二個 他有龐大的行政資源啊 第三個 所有的媒體 主流媒體 電視媒體 基本上站在他這一邊啊 你看談話節目 第四個 他可以當不要臉 他可以做得完全不要臉 他完全不在乎是非黑白價值 可以顛倒黑白 就從他的論文說不清楚 那個賈博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呼籲大家1月9號這一天 一定要踴躍出來投票 罷免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有這個罷免案通過以後 我們還可以讓 所有不負責任 不敬責的立法委員 他心深警惕 才能夠將來為台灣老百姓做事情 我想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市長其實1月8號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賴清德 還有蘇貞昌院長三巨頭 會幫林昌作站台 你這樣子做 是不是逼到萬華人 必須要證明一下 我們即使你三大巨頭聯手 我告訴你 也比不上我們萬華人的憤怒 我們萬華人只要蓋一個同義章 罷免他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責任 各位 如果他們三大巨頭來的時候 我們不妨也把它當成是 教訓他們一下好不好 既然你們三個聯手出去 那我們萬華人替台灣老百姓出口氣 我們來教訓他一下